上周 欧盟拒绝了加拿大的樱桃出口 这使得该国的水果产业面临重创 然而 近日加拿大的产品出口似乎有所好转 据媒体报道 由于中国市场对海鲜需求的增长 截至今年6月 加拿大龙虾对华出口量已经接近1.5万吨 几乎相当于2018年全年的出口量 为了巩固对华销量 加拿大计划拨款4478万元 扩建该国渔业地区的国际机场货运业务 为了适应更多的货机需求 加拿大计划扩建8处停机坪 增设冷冻储藏库和货机专用通道 不难看出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我国对龙虾等贵价海鲜的消费需求强劲 加拿大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积极扩大对华出口 但对我国来说 加拿大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供应市场 再加上 加拿大产品频频传出质量问题 该国是否能够继续保住对华出口的份额 还言之尚早 环球热点 财之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